哈喽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黄之哥一起说,那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试魂二代的比赛解说,来自于一批我,对二批核持,对没错,这是核持,对我打的一场比赛 我使用的是白衣霸弯,二批核持使用的是光着榜的牙神换神,据起来讲这两位是师兄弟的关系,我们看一下师兄霸弯,师弟霸弯,师兄牙神换神 和这边是出了一个伞来杀,想打一个强行的魔血,哇,这里他弄完之后,出一个战斗刀,在看有这个战斗刀打多血 常见的是带霸弯的入场,我这里出了一个下重腿突袭,给霸弯弯斩直接磨血,把牙神这些血直接给他磨掉了 这也是霸弯的一个最强的大招了,最强的必杀技 好了,继续来看一下现在,和时现在已经先出一灯,我们这边已经进行到第二灯 我这里先变了一个小人,和时边的话,直接还是想尝试用三列杀做一个突破 牙神换神这个角色的话,还是要依靠他的三列杀,因为他三列杀的话,中刀中刀出的话,你需要反向防守 我变了一个秋板之后,前中抓一个普通头 这里的话,打的和时不敢轻轮动,和时还是非常聪明 直接用精神的轻腿来做一个牵制 想法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里他找不到特别好的一个对弓 破解了一个手段,就是用这个小青牙来做一个脚 诶,这里我出了个生龙,天八分然带他出来了 可是这里对我的霸卵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对策 接下来来看看和时能不能 再次拿下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的第一分 和时这边的话,还是选择了牙神 那现在来看看这场对局,来自于霸卵 再战和时,那现在来看 好,中刀超用一个牙 中牙来取消,但是这个中牙是连不上的 必须要进身才可以 霸卵现在已经是满动器 可是还是利用了中牙来做一个魔血 直接低点的直跳中刀 后跳中刀接我的起跳 那现在,我现在有点着急 两个中刀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把弯的血这样已经是变成了红血 好了,请下打一个手招 这里我前冲出了个九狐偷袭 这个招不能常用,偶尔用还是不错的 因为九狐是可以用血通了 哇,和时直接起身直跳中刀,解决了霸卵 可是玩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起码对战意识还是存在了 现在牙神已经是满怒气了 满怒气,人物状态攻击力是有个加成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又变了个小人啊 变小人是让和时有点不敢乱动 因为变小人的话,如果会冒一股烟 这里的话,你就不敢乱动了 我这里是前冲后跳轻角 想骗和时的和时没有上当 鸡腿来了,鸡腿是谁的 哎,我的鸡腿 好 可是还是非常聪明 用轻腿来做一个破解 但是这里头直接被打 被我打了个插盒中刀 下中腿再次偷袭 前冲抓头 天盘风展来了 哎,没磨死 和时出了个近身中刀 再来天盘风展 很不幸 这里和时已经没有足够的血量可以支持了 现在双方我们来到了小赛点局 帮玩再战 牙神画长 师兄 战师弟 好,漂亮 一个精准的三联杀 可以看到没有 牙神这里 怒满之后 杀伤力是非常高的 我这里变了个小人 可是非常聪明 即使用轻刀来做个钦制 好了,这里我第一时间 一起跳就开暗中刀了 花牌宝雪 我这里出战中刀 都会想做一个血反 这来不及 好了,反投 压吉珍 我现在是已经满怒气 偷袭中刀 没成功 和时近身用战中刀来对攻 漂亮